这也许是世界上火箭鬼次数最多的社区 因为他们就住在墓地里 这里的人们不管是在人间还是到阴间 都要面临残酷的竞争 真正把内卷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活着的时候跟鬼抢地盘 死了也不得安省 孩子们在坟头上窜下掉 而且满五年后还会被人拉出坟墓 把地方空出来留给下个新人 为什么这些人要住在墓地里 生活在这里的幸福指数如何 本期建设军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真正的坟头蹦跌 这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处墓地 也是一个平民窟 将近六千人与逝者同吃同住 孩子们一出生就在水泥棺材上玩耍 各种类型的骨头是他们的日常玩具 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墓地里 他们当然也不想的 1986年菲律宾发生政变 大量农民涌入首都马尼拉 试图寻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他们来到大城市身无分文 举无定所 于是大量的平民窟应运而生 到后面随着难民增加 连平民窟也不够分了 于是有些人就冲进了墓地 这地方虽然吓人 但是不用付房租 大家用纸板搭建棚屋 用麻袋堆成墙 早期这里人不多 但是非常乱 经常发生谋杀案 毕竟限杀限埋 处理起来很方便 后来大家呼朋唤友 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邻里关系很好 人们很热情 就是这环境确实比较甚人 走进这个社区 仿佛来到地府 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路上随处可见各种尸果 到处都是棺材 再占两个黑白无常的话 真的能把人送走 孩子们对周围的环境毫不自知 他们只是觉得好玩 这个孩子的脚下堆了几十具尸果 他在上面活蹦乱跳 玩得不亦乐乎 画面实在过于魔幻 一时镜分不清 这是人间还是阴间 有伙伴可能好奇 这些棺材为什么不埋在地下 而是要像盖楼一样 一层层叠起来 这是否不太尊重逝者 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自然是因为穷了 这些棺材格子间 就是专门租给底层人民的 他们买不起单独的墓地 只能选这样的公共区域 每个格子按照五年一次租赁 五年期限一到 里面的遗骸就会被清理 把空间腾出来 给下一个新人 没人可以待在里面超过五年 因为后面排队的死者实在太多 而可控安息的空间 又如此稀少 有些没排上号的人 只能把遗体先放在家里 谁也不会想到 活着的时候竞争如此激烈 死后还要这么卷 莫雷做的就是清理遗骸的工作 他和家人都住在这个社区 这个工作莫雷已经做了二十年 每天上班就是上坟 薪水很低 把木门封上是五十笔锁 把木门重新打开是二十笔锁 莫雷来到一处格子间 熟练的敲开门口的水泥 将里面的尸骨拖出来 然后开始分件装袋 他说 第一次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当场就吐了 现在做了这么多年 算是基本习惯了 但也不是心安理得 毕竟这个工作 不仅得罪人 还得罪鬼 他良心上总是过不去 常常会梦到这些人 站在床头盯着他 不知道是心里有鬼 还是真的有鬼 干这活儿 还会引起生理反应 莫雷说 如果他像丢快递一样 当天晚上就会头痛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他都会小心轻放 莫雷会把尸骨 撞到麻袋里 然后等家属来认领 只是大多数情况下 家属都不会来 那他就会把他们火化 二十年的职场经验 让莫雷练就了一套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本领 处理遗憾的时候 口中念念有词 希望这样 能减轻一些 对死者的冒犯 艰难的一天 很快就过去了 随着夜幕降临 是人是鬼都开始出动 属于目的的狂欢夜 才真正开始 男人们打起了扑克 女人们则在坟头 唱起了歌 社区里支起了 各种夜宵摊 更觉得是 几个精神小伙和精神小妹 开始在坟头蹦迪 这些惊天地气鬼神的操作 瞬间让火死人物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暂时把生活的苟且 抛住脑后 第二天一早 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平民窟的居民 为了养家糊口 什么工作都干 这个可怜的小姐姐 只有17岁 却父母双亡 她和朋友 一起住在简陋的棚屋里 一到下雨天 屋内就会漏雨 很多东西会被淋湿 他们靠捡垃圾维持生活 每天晚上出门干活 第二天早上再拿去卖掉 这样才不至于饿肚子 不过好消息是 她马上要当妈妈了 这即将到来的孩子 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类似的还有这个小姐姐 她在墓地长大 并且长大后 又在墓地找到老公 活死人墓 遇见爱情 听起来像是 菲律宾版本的 杨过和小龙女的故事 现在他们已经有四个孩子 小姐姐打算 在墓地一直住到死 死后顺手埋在这里 这位老奶奶 今年63岁了 她是最早一批 搬到平民窟里的人 老奶奶比较乐观 她说 在这里生活 比在老家稍微容易一些 在老家没什么收入 住在这里 最大的好处是 不用交房租 只要干活挣钱 能填饱肚子就行 其实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清明节扫墓比较方便 出门就能扫 既扫既走 打理起来也很容易 这个孩子正在清洗 她亲哥哥的墓碑 可能因为年纪小 对于生离死别 还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些人当初来到玛尼拉 是希望能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却只能困在这片墓地里 讽刺的是 在墓地不远处 就能看到玛尼拉 灯红酒绿的生活 同一个城市 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 真正完美诠释了 有钱能使鬼推墓 没钱和鬼凑合过 然而不幸的是 就这样与鬼同乐的日子 也不多了 最近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相关部门正准备拆除这片墓地 把他们驱逐到 离玛尼拉市区更远的地方 居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绝望 这意味着要离开家园 一切从零开始 墓雷也感到很迷茫 因为搬迁就意味着 他这份清理坟墓的工作没了 不过多年的职场经验 墓雷已经把生死之事看得很透 他说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 不管搬去哪里 最终我们都是殊途同归 大家都要回到盒子里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 见识君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